竹的竹产区之一 作为以竹为生的人 吴大哥对竹笋了如指掌 根据吴大哥走进一片毛竹林 虽然地面上看似平静 但地底下早已热闹起来 我城河各地也挖过好多次东笋了 这个怎么找的话 基本上就是看上面 这个枝的方向 它应该是跟下面这竹边的方向是一致的 对 这个就差不多就得往这个方向走了 对那咱们找找看 好 真刮到一个 我先刮开 你看你看很明显了 对 好 好了 我给它拿起来 哇 哎呀你看 黄的对 我底下没时间长了 对相对会粗一些 对对对 这个时候还是蛮大的 长江绕锅之鱼美 好竹连山 绝笋香 竹笋的美味就连宋代文学家 兼美食家苏东坡都要赞美一番 肥瘦的冬笋中还有大量的水分 其鲜美的原因 主要归功于笋肉中存在的尤里胺基酸 自古以来冬笋都是冬季餐桌上的实力家品 作为绝佳的西味食材 当地人会将冬笋与腌渍的冬菜同炒 酸溜溜的乳酸味渗入冬笋片中 酸爽清口 鲜美细嫩 不过如果就只让吴大哥带着我找冬笋 那就太小瞧他了 因为他还掌握着另一种十分难得的竹笋的动向 慢点啊 这里有点纸 有点面 我们转换战场 进入一片雷竹林 比起高大粗壮的毛竹 雷竹显得矮小纤细 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铺满稻壳的地面 就像是盖了一床厚厚的棉被 而且有些地方还有奇怪的凸起 这下面又会藏着哪种宝贝呢 就是那个地方是吧 对 看到没 就它拱起来了 然后那个感觉破土了那种 是吧 对对 看到没有 这个是 对对 就在这里 先扒了扒了 一扒了这个就冒尖了 好的 扒开这稻壳的一瞬间 看到这么美的这个笋头笋尖 你就顿时觉得 呀 春天来了 是的 看下去特别喜庆 对 您没看错 这就是货真价实的雷笋 吴大哥告诉我 竹笋是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立冬之后 为了能让雷笋提前登上春节的餐桌 经验丰富的笋龙们就像孵化小鸡那样 用稻壳来孵化雷笋 好 这对了 给它拿起来 哇 哎呀 真的是拿到手里还带着温度的感觉 特别嫩 特别嫩 这个笋 一下让人觉得生机盎然 对 冬天能够吃到这个笋 你就尤其珍贵了 算个大菜了是不是 奢侈品 对啊 林安人有无损不成席的讲究 而用稻壳孵化出来的雷笋 无疑为年味的餐桌 更增添了春意盎然 生机勃勃的好彩头 吴大哥不仅会找笋 更是烹笋高手 在他看来 咸肉是雷笋绝佳的 咸肉是雷笋舾的